这条船就是我马上要上去的脚溪抽沙船 为什么叫脚溪船呢 因为它前面是带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脚溪壁 等一下我上去按上之后 我拍一下那脚溪壁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又来到那一艘等待拆解的脚溪抽沙船 脚溪抽沙船 也是带稀沙的 嗅姬斑斑 估计这条船就停过很久了 这条 造价几千万 现在就只能当废铁卖 你们驾驶室 这是料望仪 料望专用 还有情调 种了一些火龙果 这应该是火龙果 对面电厂已经建设得很快 差不多了 那个圆形料厂也基本上开始封顶了 江边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比较特色的东西 看到下面这些船都没有 这些都是等待拆解的小船 小铁船 这些就是网上很火的那种走私船 走私动漏的 这些都是祭司 然后被查到 扣押 拍卖之后就在这里分解 上面标注的日期 就是扣押日期 都有记录的 这些船 这铁船造价不贵 基本上走私的话 一两船就回本了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我上次拍的那条船 我上次拍的那条船 这些都是很可惜的一些 你看这些船这些船小船其实都还是能用的 但是因为没有人赎回就只能分解掉 这好比那个被扣押的摩托车一样 无人认领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拿过出去外面重新流入市场 只会拿去分解卖掉 这些个船还配有小吊车 因为换这些沙斗的时候 你不用吊车是根本没办法更换的 这条船 这些也拍这里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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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